大家好,我是马丁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上一集的影片中,我利用置换反应来处理炼金废水 在加入铜片的废水桶中,贵金属会慢慢沉淀 过了两个月后,废水桶中好像已经累积不少的金属粉末 今天我要来尝试从这些金属粉末来回收黄金 首先要将粉末与废水分离 这里我建议使用正规的滤纸 这里我建议使用正规的滤纸 一定要将废水过滤两次以上 因为有一些细致的粉末,仍然有可能穿过棉花或咖啡滤纸的缝隙 过滤完成后,我将粉末转移到烧杯中 接着加入一些硝酸来清除基本金属与白银 过了大约十五分钟 我用一些食盐水来测试硝酸中是否有融入白银 细节的食盐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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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确认没有白银之后 我在烧杯中加入盐酸 硝酸会与盐酸形成网水 过了半小时我用氯化雅锡来测试网水中是否含有黄金 结果网水渐渐变成紫色 这代表网水中含有黄金 在过滤网水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网水呈现乳白色 里面含有相当多的杂质 我会用氯化雅锡来测试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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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